有很多人都說 這次你演得很自然 自己都會想 為什麼這次自己處理上 很大的原因都是 可能因為對手 沈家琪 所以我也要多謝沈家琪 沒有她的話就可能沒有這個題名 自己作為香港電影的工作者一份子 都很開心 有這樣的成績 希望之後可以繼續 觀眾繼續支持 保持著這樣的氣勢下去 有人問我 你最想演什麼角色 我說 第一 我不特定自己作為某一個形態 而且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一個人 你保持開心 還有就是 人生你不需要有遺憾 很想演那個角色 我到死那天我沒得演 那我就有一個遺憾 為什麼我要設定一個這樣的隱形 給我自己呢 很多時候是你的眼裡 做了很多事情 或者很細微的動作 已經夠 和舞台劇是很不同的 我想我這麼多年來 就算是那時候和現在都是 很尊重和很喜歡表演藝術 所以 每一次的電影project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 我都是珍惜在拍攝期間 和大家的相處 但是這個戲呢 它是長期在同一個 這麼看似簡單的景裏 不斷地相處 而鏡頭不斷對著你 其實 你那些眼神 或者那些小小的 聽到對方說的一句話 自己的有什麼反應 有什麼表情 其實都是做得很細的 我覺得這個 和其他的電影有些不同 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可以好愛多久 因為我們的年紀跟心境 都一直在成長 所以其實可以飾演這種甜美 或者是可愛的路線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嘗試 以前我不敢說 大家好 我還要我營運 我就會覺得自己有很多的不足 但是現在 人真的是需要鼓勵 加上很多人看完阿妙之後 都不吝嗇地鼓勵我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 很大的信心 香港人有一種魅力 讓我覺得他們很支持自己本土的作品 這個我覺得是會讓以後 未來香港的電影會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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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發大流 因為呢 我以前做 就是做的戲呢 他都是要我 又生又世啊 很放大啊 那這樣東西 我只能夠可能隔著一塊玻璃 在庭上的說法 它是令我 著地一點去 細緻地去說 能量都收拾了 而也獲得這麼多人的肯定 或者認同 或者他們因為這個作品 而獲得一些思考或者訊息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作品 需要和觀眾有這種的連繫和互動 就是最正的享受 如果是看電影的話 就說 我們在線條 就說 帶點 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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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